大家好,我是大山,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影片是烟床 故事发生在江南的一个偏僻村庄之中 女主大华在路上出于无家大朝野阿文两人就一见钟情 顺利成章了两人结了婚 只是婚后大华才知道阿文哪里都好,就是不能性房氏 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效 日子很快过去,阿文老爸也没见大华的肚子大起来 更是扬眼,如果大华还不能生孩子 就不让他们夫妻继承家产,或者给阿文娶妾 阿文知道,并是在他身上,娶再多的老婆也生不出孩子 不愿丑事张扬,阿文和大华商量 让下人阿根帮忙,借种生子 大华不愿意,也无可奈何 可即便这样,大华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 可大华出场经过,不禁对阿根动了情 没有生出孩子,阿文心生后悔 本想赶阿根走,却意外发现大华和阿根翻阴覆语的长情 怒气之下,在阿根捆绑困境在巨大的宴床之中 没多久,阿文重病离去,大华独手空贵 伴随他的还有一张巨大的宴床和这段悲惨的故事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